你听说过恶霸犬吗 这只恶霸犬只要一见到别的狗狗 就会兴奋地大喊大叫 完全不顾男主人的呼喊和牵引声的控制 拼了命也要挣脱绳索和别人大干一架 据主人说 他对其他狗狗都会显露出攻击性 他叫托比 是货真价实的美国恶霸犬 今年三岁的他是两岁的巴基的母亲 两母子现在都在同一个家里 男主人对这种犬种一见钟情 听说他们很乖还会撒娇 于是便决定领养了一只 托比三个月大时便被带回了他家 之后巴基和他的兄弟们也出生了 最终托比和巴基成为了主人踏实的支柱 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 静奎和江老师一致认为 比起其他犬类 斗牛犬狗狗们最为讨喜 其他犬类在他面前根本排不上号 男主人也是这么认为的 一人二犬或者单身生活的他 除了工作时间都在照顾狗狗 一大早 男主人会为两只狗子换上排便店 而后是为他们修建指甲 给他们准备零食和他们一起玩 还有为托比和巴基特别准备的充满诚意的饭 男主人养得很好 照顾的比较细致 但是一定要注意 有两只狗狗的情况下要分开为时 不过好在托比和巴基感情非常好 就算挤在一起吃饭也没有闹矛盾 照顾好两只狗子的起居后 男主人才开始投入工作 乍一看两只狗性格脾气都很好 到底哪里需要训犬式的帮忙呢 这时摄像导演为了设置镜头 来到了狗狗们的起居室 儿子巴基慢慢走向导演 随后开始了奇怪的动作 小狗子巴基只要一看到外人 就会兴致高涨 不分时间场合的棋跨 简单来说 棋跨就是过分的开玩笑 是非常没有礼貌的表现 男主人解释 巴基出现这种情况有一两个月了 只要缠住别人 巴基的棋跨就会变得更加严重 即便有人阻拦 巴基也不会放开 为了安全 节目组决定撤离 而托比的问题就更加严重了 最近一段时间开始 只要托比出去散步 看到小狗狗 他就会表现出攻击性 为了见恶霸犬同好会熟人 男主人来到宠物咖啡店 然而托比只要见到其他狗狗 就立马露出了攻击性 托比叫喊个不停 儿子巴基也会跟着一起叫 极度兴奋的两只狗狗完全停不下来 在这过程中 托比偶尔会对巴基发脾气 托比见到另外两只恶霸犬时 表现得更加激动 他不顾铁网的阻拦 一口接一口地咬上去 男主人只好拉近绳子制止 托比疯狂地止不住 然而这时 他再次向巴基撒气 咬上了巴基 可以看出 托比是不分犬种的表现出攻击性 似乎任何出现在他面前的狗狗 他都看不顺眼 男主人强制把他们带到边上喝水 这会儿托比才安静下来 然而托比因为过度激动 而咬了铁丝网 嘴巴弄出了好长一条口子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 因为疯狂攻击弄上自己了 男主人担心情况恶化以后 可能会发生更加严重的事故 江老师的情绪复杂 男主人的担忧不是空穴来风 有善良的孩子 也会有像比特犬那样危险的狗狗 所以在养狗狗之前一定要明确 自己对这类型的狗狗有多少了解 是否有能力预防事故发生 能否对周围的人安全负责 只有做好足够多的准备 迎接这些可爱的小家伙 才有可能让大家都过得更幸福 当然若是遇到男主人这样的问题 最好及时向训犬师求助 这不静奎就带着几位观察员出发 为江老师了解狗狗们的生存情况去了 一开始他们还担心托比和巴基 在他们进门时发起攻击 但进门后才发现 担心是多余的 两只狗狗非常可爱喜人 在他们身边不停打转 为了确认对其他狗狗的攻击性 所以他们去了别的地方继续教育 而且为预防安全事故 还为两只狗狗带上了绳子 此时观察员们并没有在两只狗子身上 感觉到攻击性 恶巴犬的鼻孔非常窄 所以呼吸的时候会发出呼呼的声音 这已经算是他们的特征了 不过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可爱 托比的礼仪教育勉强成功 能在主人呼喊下 安静地坐下 然而巴基却完全不为所动 即便监护人做各种提示 他也纹丝不动 显然男主人无法控制巴基 男主人说 托比表现出攻击性 已经有两年时间了 可是他明明才三岁而已 他记得托比分娩之后 就开始有些敏感 之后一起出去散步 如果有先叫或者先扑上来的狗狗 托比就会变得极度兴奋 每当这时 男主人也会紧张害怕 因为总觉得只要一松手 就会发生重大事故 江老师对于男主人的担忧表示理解 养美国恶霸犬 要从小就仔细周到的进行礼节教育 一个人要养两只恶霸犬并不容易 时间不够 或照顾不够仔细也能理解 尽管男主人和江老师都很喜欢恶霸犬 但对于某些外人来说 这种狗狗长得有点可怕 经常有人说巴基长得像野猪 还有人说 妈妈托比像猛犬 因为担心会吓到别人 所以男主人尽量挑人少的时间散步 主要集中在深夜或凌晨时分 两只狗狗一般一星期散步三到四次 早晚各一次 而且是分开散步 因为两只在一起的话 遇到狗会变得更加兴奋 分开会更好控制一些 男主人的想法没错 可是免不了两只狗狗同时出现的场合 为了测试狗子的攻击性 江老师派出了辅助犬 托比和巴基一看到辅助犬 眼神和呼气声瞬间就改变了 他们似乎是在准备着什么 连肩膀都在用力 两只狗狗目不转睛的盯着辅助犬 当辅助犬叫了一声后 托比兴奋的仿佛马上就要扑上去了 两只狗狗激动的拽着绳子 粗重的呼气声 让大家紧张了起来 两只狗狗一触即发 激动的扑腾着 江老师让辅助犬和托比巴基保持一定距离 开始反向散步 托比看起来平静了许多 但巴基的问题看起来反而更严重了一些 巴基非常鲁莽 目不转睛的盯着辅助犬 视线一直在辅助犬身上没有离开过 即便静奎带着他绕圈 他也总想往后看 可以说他的视线完全固定在辅助犬身上了 与此同时 托比也处于警戒模式了 江老师让辅助犬退场 然而两只狗狗依然难以冷静下来 托比兴奋到了巅峰 不停吵巴基 扑咬发泄情绪 托比不停的吵闹造成了极大的噪音 而难准指住噪音的办法简单粗暴 那就是抱起托比 只要这样抱着 托比就会快速安静下来 江老师觉得情况了解的差不多了 两只狗狗对人非常友好 但在狗狗面前就会性情大变 辅助犬上场后 连呼吸声都变了 可以看出 托比对其他小狗也有威胁性 而巴基看着托比的样子 便会学着开始咆哮 江老师大致了解了情况 带着沉重的心情来到了训练场 一见到江老师 托比就疯狂要喂吧 怎么看都是温顺喜欢人的可爱狗子 托比见到人的时候格外兴奋 但只要片刻就能快速冷却下来 而当江老师一靠近 他便会再次兴奋地跟上来 男主人解释 当狗狗看得人开心地想要跳跃时 他会拉住绳子往后制止 那没有绳子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为了更准确的诊断 江老师让男主人解开牵引绳 一解开绳子 托比和巴基就飞快地跑了出去 江老师疑问 刚才还特别喜欢我 想要扑上来欢迎我的托比 为什么一解开绳子就去了其他地方 而不是来找我玩呢 男主人猜测 托比是想寻找新事物 但江老师否认了他的想法 托比的表现 只是因为他很兴奋而已 如果他真的很喜欢与人接触 那挤开绳子之后 他一定会再来找人玩耍 显然 托比对其他地方更感兴趣 这种行为比较危险 就算没有显露出攻击性 也有可能因无法调节兴奋的状况而产生隐患 江老师和男主人刚坐下来 托比和巴基就跑过来了 两只狗狗非常兴奋 喘气声非常大 男主人带两只狗狗去看过医生 确定他们并没有呼吸疾病 但这足以看出 他们俩都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 这时巴基突然开始扑人 当江老师站起身时 他便开始无理气垮 而且兴奋到根本停不下来 江老师试图用膝盖进行防御 然而被拒绝的巴基并没有气馁 而是攻上来咬人 男主人下的急忙站起身 此时巴基展开了更猛烈的攻击 他还在寻找气垮的机会 为了让江老师允许他气垮 所以他进行了攻击 这是相当严重的问题 然而巴基这边的情况 还没了解完全 托比那边就出现了新的情况 这时他正在激动地撕咬着小狗娃娃 他一边疯狂地撕咬 一边话出呼呼的喘气声 气氛有一些微妙 江老师非常为难 他让男主人先去拿走托比的小狗娃娃 娃娃被抢走的托比 再次变得非常兴奋 他的视线一直没有离开过娃娃 江老师说出了结论 托比不像只对别的狗有攻击性 而是看起来连基本的调节功能都有问题 江老师有个大胆的猜想 当别的小狗开始飞嚼 引起了托比的注意 托比应该会想方设法杀了小狗 这句话充分说明了托比问题的严重 净亏这才想起 他们初次见到两只小狗的时候 会给了他们零食 在有零食的情况下 两只狗狗都比较温顺 而若是没有零食 他们可能随时会发起进攻 当江老师和男主人坐下谈话时 托比还继续执着于娃娃想要扑咬 这种情况真的还有办法纠正吗 江老师说得很明白 托比的攻击性非比寻常 若是以后遇到其他小狗 他极有可能会出手刷掉狗子 此时 他们远远低估了托比对娃娃的执着 托比的目光 一直没有从娃娃身上离开过 即便江老师把娃娃放在桌上 他也不依不饶地跟着 江老师好奇 攻击性如此强烈的狗狗 一次都没有对人威胁过吗 男主人说 最近才看到托比有这样的情况 路过的阿姨抚摸托比的时候 托比明显有了想咬人的想法 阿姨站起身 因为巴基跳跃能力不足 所以没有够到 这才避免了被咬伤 江老师现在明显有两只狗狗 会突然跳起来咬自己的感觉 虽然一开始两只狗狗 只对其他的狗子表现出攻击性 但很难保证 他们不会对人造成威胁 巴基没戴过几次嘴套 但若是戴了嘴套的话 原有的性格就不会暴露 因为有很多狗狗 在这种情况下都会藏起本性 因此 为了掌握巴基的性格 江老师决定不给他戴嘴套 只是这样的话 自己就必须处于 随时可能会被咬的境地 为了尽可能减少被咬的概率 江老师轻手轻脚 走到另一边拿着玩具 与男准一起蹲下身 两人刚蹲下 巴基就马不停蹄跑了过来 而且靠在江老师身上想要骑跨 静奎十分担忧 巴基骑跨的情况太危险了 若是在路上对路人骑跨 一定会吓到路人 而且躲避骑跨的话 一定会遭到巴基的攻击 江老师努力要推开巴基 但无法轻易别开 被拒绝骑跨后的巴基 立马有了要扑咬的动作 此时的他 因为被拒绝而非常生气 巴基越来越兴奋 他扑在江老师身上 此时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骑跨行为了 他死死抓着江老师的腿不放 连呼吸声都不通了 巴基无法调节自身的兴奋 对骑跨一场执着 见缝插针 一有机会 就会扑上前骑跨 江老师灵活避开了他 然而下一秒 巴基就开始咬人了 而且是坚持不懈追上去咬 巴基每次下口 而恼羞成怒 江老师被几次咬上了膝盖 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训练被迫终止 监护人只好先给巴基系上背带 净亏立马赶到训练室 让江老师先去接受治疗后 再继续训练 江老师坚持要先完成训练 再去打针 此时 制作组也来劝阻 最后江老师被说服 先去医院进行了紧急处理 比起训练 安全最要紧 即便是江老师这样人高马大的大人 也会被咬到这个程度 若是小朋友被巴基扑咬 情况只可能更严重 大家只能庆幸 这次只有江老师受伤了 而不是力量更弱的小朋友被扑咬了 以之后 江老师的膝盖才痊愈 恢复训练的工作 上一次江老师被咬伤的时候 监护人也非常惊讶 此前 他并不清楚巴基是那么有攻击性的狗 但这也给大家提了个性 想要养狗的话 一定要培养 能够掌握狗狗状态的观察力 确认狗狗的行为是正常还是隐常 另外 监护人也要有控制狗狗攻击性的能力 主人作为狗狗最亲密的人 如果都无法控制狗狗 那么一定会给其他人造成更大的困扰 有了上一次事故的阴影 大家很难对这次训练提起信心 男主人在训练室 焦急地等待江老师的到来 上一次事故让他耿耿于怀 他希望今天能够顺利结束训练 让越少的人受到伤害 江老师担心男主人会过于愧疚 所以他表现得非常和平 笑呵呵地进门跟他打招呼 男主人一直处于惶恐状态 他很担心巴基会攻击其他人 所以外出见人的时候都愈发小心了 江老师用点燃的蜡烛 比喻狗狗咬人事故 狗咬人 如同不知何时 会流淌出来的蜡油一样危险 尤其是在有小朋友存在的场合 危险系数会无限放大 监护人都不能掌控的情况 用脚指头想也知道危险万分 说到这儿 江老师便直白地说 很多监护人都不觉得自家的狗很危险 并且事故发生后 还会觉得是对方的问题 甚至还会辩驳 我家的狗从来都没有出过问题 一次都没有咬过人 他们内心认为 是因为特定的人刺激了我的狗 所以我的狗才会主动咬人 得罪于他人 从而无视了狗狗本身恶劣的情况 江老师摇清主人和他一起看回放 这时候 男主人才意识到 自己忽略了很多攻击信号 他对狗狗发动攻击的意图和状态 完全不清楚 也并不了解该如何面对这种情况 所以导致他对狗狗的控制性基本为零 更何况 巴基已经严重到了一定程度 当他下定学心去咬人的时候 训练师只要一防御 他就会转过身 从别的地方发起进攻 不仅如此 当巴基发起攻击时 他的妈妈托比会立即赶过来 托比比巴基更敏捷 体格也更强壮 如果他也加入战斗 情况会变得更加严重 知道问题严重性的男主人非常愧疚 一再对江老师道歉 七尺男儿泪洒现场 他知道 自己要学习更多的知识去了解狗狗 江老师安慰他 自己会想办法 尽可能让巴基和托比变好一些 只不过 训练可能漫长有艰辛 首先从巴基开始训练 为了安全 巴基先戴上了嘴套 一开始 巴基并不配合江老师的训练 后来才比较服从的 安静地跟在他身后 为了确认巴基的状态 扶助犬再次来到现场 在妈妈托比不在的时候 巴基虽然很紧张 但没有特别的反应 托比不在 巴基反而很冷静 这说明一开始 主要是托比在煽动他的情绪 巴基只是跟着学样子 扶助犬靠近托比的时候 他马上汪汪大叫 听到他叫声的巴基 也跟着汪汪叫唤 不过 之后巴基躲到了男主人身后 这么看 妈妈托比对其他狗的攻击性最强 巴基害怕托比 一直处于他的压力之下 所以才跟着攻击的嘛 江老师觉得 比起巴基的训练 应该先对托比进行训练 如果托比能改变 巴基自然也能改变 但是 监护人无法准确掌握托比的状态 托比被牵着时 会发出哼哼的声音 这是无法控制兴奋的信号 也表示 他在寻找攻击对象 此时 他处于不知何时 就会爆发的状态 当辅助犬从他面前经过 托比的所有精神 都集中在辅助犬身上 后腿也紧绷着 此刻 他很想朝辅助犬扑过去 而一开始 男主人并没有意识到 这样的托比 是处于准备攻击的状态 他甚至一直以为 托比发出哼哼的声音 是因为胸前被累得不舒服 而他以为托比 安静趴在辅助犬面前 是自暴自弃 放弃攻击的意思 但其实不是 托比的趴下 是在隐藏攻击性 抛下诱饵 降低姿态让别人靠近 若是不知情的人 从他身上走过 极有可能被咬上 很多人都不了解狗狗的状态 包括狗主人也是如此 自然无法对准假药 将老师让托比和辅助犬 进行平行散步教育 经常的平和的界面 可以降低警戒心 从而达到和睦共处的状态 托比和辅助犬之间 一点点缩断距离 拖走几次之后 这不就是正常小狗的样子吗 除了散步训练外 托比还需要趴下训练 因为当他忙着做一件事的时候 会降低对其他狗狗的关心 在江老师的指导下 男主人成功教会托比 做趴下的动作 趴下后的托比 看都不看辅助犬 简单说 让托比把注意力 集中在男主人身上 减少他对外籍的关注 便能起到减少攻击性的作用 托比的恶劣行为被改正后 拔机也一定会变好 当然前提是 两只狗狗坚持分开训练 只有主人起到了引导作用 狗狗才会变得更好 所以说 在成为狗主人之前 一定要想清楚 自己是否能承担 养狗训狗的责任 只有当好了主人 才能养出乖巧懂事的狗狗